武林当中流传着一个传说 谁得到了开山神府 谁就能得到至高武林秘籍 一统江湖 自从开山神府面世后 武林当中争斗不休 其中 灭世邪尊为了得到神府 较得武林不得安宁 小兄你带着师妹先走 师妹 你带着开山神府 往西风披山救母的地方跑 师兄我不走 我要和你一起并肩坐这 听话 你忘了你师兄是谁了 还怕我对付不了那几个小的乐 那你一定要小心 快去吧 武林大会召开在即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公然抢夺武林之魄 开山神府 谁不知道 得到开山神府就能拿到武林秘籍 你不敢做的事 为何我做不得 就凭你 铁卡来叫嚣 把开山神府交出来 我饶你不死 武林正义为师 不会容忍你们这些赤魅王梁破坏我 你没有发现这么久 援兵都没有到 他们都为我抓起来了 你们这些赤魅王梁破坏嘛 你们这些赤魅王梁破坏 你们这些赤魅王梁破坏 你也有钱 你拿到 你拿到 我拿到 我拿到 你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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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盟主 你的经脉已经被我打断了 武功尽失 交出开山神父 少你一条狗命 哪怕我只剩一口气 也会和你拼到底 他修了半截多人说 我们养不过他呢 你不再放过 师妹 师妹 没想到这么久 终于有人唤醒了开山神主 你是谁 这是什么情况 我乃华山山神 自从沉香披山旧墓以来 这把神斧就由我来保管 这把神斧 孤单于这武林秘籍 而且有强大的力量 像当年 东邪黄耀师 西毒欧阳峰 南帝段志兴 北盖洪七公 中神通 王重阳 五人在此 斗了七天七夜 就是为了这把神斧 老师姐 老神仙 你快别说了 我现在经脉尽动 已经快不行了 你还是就胜负 都付给 值得新人的 人吧 老夫自你里仙弹 你保你保你不死 这里难道是皇宫 小刀 什么是小刀 小刀你不知道小刀就是腊肠 这个错上走好走刀打掉的没得很 这西风大所刀只需十八分钟就可到达西风 而我用青空至少也需要三四个时寸才能到达 难道这个世界的人都会飞天遁地的行方 我会更加快乐 你也不过来 你用证明的这种事 我会更加快乐 这种事 我会更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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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我畫山派發展不俗 竟然有這麼多人前來騎 真是門派興旺 你是mcc嗎可以和你合照影嗎 來看這 謝謝謝謝謝謝 好 盛元澤 武医的活動都結束了 你還恰恰幸福做什麼 在下武林門口聲援 趕快姑娘 你不是 你演戲也不知道贏了是吧 別想說了想問上班了 走了走了 快點還有很多活呢 那我又逃了 唉臻臻臻你又在那偷懶是不是 唉小顧 那現在電笑太平的 也不需要北門主幹事吧 這位你給氣死了 好生別氣小顧 哥今天在你座花家裡 可好 畫山下才能開小屋呢 沒想到我劉哥今天他這個影像不紅 劉哥今天帶你風光一把走 劉哥年紀 好功夫我畫山派果然後繼勇 請搜一下 看你像個練舞的原來不會女工呀 女工俊師呀想不想恢復 女俠可有辦法 那當然 多謝女俠 硬師姐啊我都懷疑啊 他五一眼PC把腦子摔壞了 醒來就說自己是武林盟主 別說我腦子聰明 沒事沒事 每天讓他給我練三個小時 會給你工之可辦 哎 哎 小野太嚴厲了 語哥 哎哎哎 小盛 你是來給我幫忙的嗎 你被遊客的包丟了 過來幫我一邊找一找啊 我我 快來快來 坐 啊 小盛 小盛 你怎麼了 快醒醒 快醒醒 同座一座車廂 冤家 也能變好友 登華山 就選華山西風所當 你看我拍的這座雲海怎麼樣 真漂亮 在雲海中就跟神仙一樣 哎 別動手別動手別動手 哎兩位大哥 趕緊一下 出難玩就要開開心心的嘛 西風所到的纜車花車很快的 大家都能排到不要著急啊 這功法果然有效 我的功力再慢慢恢復 沒問題 沒問題 這是我身為武林門白醉 沒想到你還挺愛出人為樂的嘛 身為武林門 出強扶揍匡扶正義 職責所在 小盛陽我跟你說啊 我們的監控啊 這是全國影片的尤其這兒哎呦 沒有買 那我先做G 嗯 你還想不想恢復武功了 練功都怎麼偷懶的 明天裡 你下也太引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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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水 你下也太引力了 你下也太引力了 使死了 謝謝啊 師兄 師兄啊 我啊當時 被打上之後就昏迷了 不過醒來之後啊 就來到這兒 不過現在好了 我們師兄弟啊又可以見面了 是就开山神府 你可保护好了 我也记得我来这之前 手里是有神府的 可是来到了之后 神府就不在我手里 也就是说 开山神府你带来了 但是你不知道在哪 是啊 这些天我一边工作 一边寻找神府 可惜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哎不过 咱们能来到未来这件事 一定跟神府的神明力量一关 当务至极 我们一定要先找到开山神府 不急 我们现在 就可以分头去寻找神府的线索 两日之后 我再来此地寻你 到时候我们再做商议 好 师弟 我来这之后 总感觉有人在坚持我的欲击欲动 你也要小心 嗯 不会吧师兄是不是 你多想啊 还是小心一声 好 每当烦闷的时候 我就会坐索道上山 要是统领江湖 也能像索道登山一样 轻松就好了 让孙愿 可能你们进行 我来打个热门 也能吃 Hum 可以 又抓索道你在这儿抠懒了 今天的会议呀很重要 很不容易吃东 快起来吧 来 来 老个详组你一下 我们也来开会 走了快走了 快走 快走快走快走 这次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接待任务 大家一定要好好对待 为了配合这次的任务 我们今天调来了一位新同事 大家鼓掌欢迎一下 大家好 我叫楚湘芸 以后和大家就是同事了 请大家多多光照 请相云呢也参加这次接待工作 小楚你先坐在那边 一定要坐在那 上工作都有专职的负责人 这次接待人员有 顾宁昂 社员泽 刘明 命女侠 姜盛 你们共同完成这次接待 那时候好像在哪 试试了一把道具主子 以后像这样的道具 用完了一定要收好 师妹 你是我呀 哎对了吧 师弟 前两天我见小师妹了 师妹 小师妹也来了 但她好像不认识我 对了 我发现了一些开山神府的线索 什么线索 据我所知 开山神府一直都在华山从未离开 我甚至 还能感触到开山神府的气息 来 你让我看的 来这个看你今天在售票中心忙 还没有做过滑道和走道吧 带你去 啊啊 這太高了 你知道嗎 所到垂直落差八百九十四 這途中啊 一共會經過二十八個途中 只需十八分鐘 就能從山角到達西峰 這簡直啊比學輕功還厲害 真的嗎 快坐好 再過三分鐘啊 翻過這座山 會有大場 這也太好看了吧 來 拍照 這兩塊巨石從中間裂開 像被撫劈卡一样 名字批诗 语言说中 这句沉香提山救母处 哇 你好有文化呀 你给我拍照 好嘞 来 正好 这就是药团成了 看哥哥给你露一声 回来了 回来了 约好的十一点 你怎么现在才过来 我临车四点就出发了 一直爬到现在 我是一步都没敢停啊 节省时间 节省体力 来华山 我推荐您请坐华山西风所到 请大家跟着党游走 来这边完成视频偷像 大家跟我这边走 你好这边是名字购票 后面的游客且有序排队 吃闷着可以提前舒适一下 欢迎大家来到华山 华山古称太华山 五月之音 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名山 古往今来 华山的花短言地貌 很无限风光 进了许多奇人雅士文人莫刻 然而呢上万级台阶 却要很多人望而却步 登华山之南从自古华山一条路 齐显天下第一山中 便可略知一二 华山西风观光大所到 另辟蹊径 开辟了一条安全刺激 风景独特的观光体验线 大家跟我这边请 画像工作都准备好了吗 华山西风所到 检修一切正常 确认没有问题 完美 监控室一切正常 监控室一切正常 监控室 开山神父和武功秘籍 都是我的 好头痛 在这里 哼看他怎么办 有个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西风 在这边的位置 就是我们卫书欣赴你 不可呀 你们早下了 快来抢一下 小厨 这发生什么 三个 这位游客突然生命不舒服 他们教练也不在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事 先把人扶到一边休息 那这大包手 来 哎哎 快点快点 医生已经坐锁了上来了 很快就来 高低 这位先生 我看你迈向屏幕 不像是有问题 哎路 bored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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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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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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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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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掌握哈哈 你掌握了 我掌握了 一掌握了 他还好 华山西风所到来报你 十八分钟的独处时光助力你的告白 开山神府 我终于得到你了 绝世武功统一整个武林都是活的了 放下开山神府乖乖跟我去自食 就凭你这个武林败类也想来阻止我 今天整个骚乱是你造成的 故意知开悟就是为了遇到神 你也不算太蠢 但是太可惜太晚了 阻止不了我拿到开山神府 维护武林正义 是本能处的责任 想从我手里到我手里 休息 我来帮你 生业子我来帮你 不要 停了 嗯 師兄你那麼疼我人 我要告訴我師父 行了就好 師妹你想起來了 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能想起我們過去的事 有時候想不太起來 沒事 太好了 師弟兄的臉子 我們三個人終於團結了 不顧 神父被人搶走 沒事 他搶走那把神父 是假的 假的 真的被我藏起來了 就藏 真的藏了 我想不起來了 沒事 不急 看來當年跟我們搶桌生存那會兒 跟咱們一起啊 剩下的事情慢慢想 我們從長期 是 這是何物 為何如此震撼 這是火刀 你不知道 或是五條四都撒定了 啊 哈哈哈哈哈哈 開山神父 我終於找到你了 至高的武林秘籍 統一整個武林 都是我的 師父你千不該萬不該 不該把開山神父傳給聖元澤那個毫無至極的廢物 只有我 才配得上這至高的武林秘籍 只要我 才能把華山派發揚光大一統江湖 還假的 算了 不行 你們 他們肯定還會找其他機會 來搶奪開山神父 可惜我的記憶還沒完全 師兄 我是真想不起來 開山神父我到底放呢 沒事 現在最重要的是恢復你的身體 走我帶你去見一下師弟 二師兄 師妹 一塊兒子 你還沒回復記憶了 只恢復了一點點 能記起你 但是 想不起他開山神父 真正的開山神父在你手裡 快告訴我在哪裡 啊我就太著急他想回去了 他怎麼知道神父有真有假 不急咱們一起找 我也想起 師妹 開山神父的事情不用加急 慢慢想啊 哎我手機好像忘裡面了 師妹你先回去吧 我去找一下我手機 行那師兄你先去吧 師弟啊 師弟 師弟啊 分不下去準備行動 師弟 那一個是 怎麼那麼像那一晚偷襲我的人 師兄 我等你好久了 上次你說的老神仙 有線索了嗎 啊那個 呦此點說什麼 哈哈沒有沒有 那個小丑見我們就是親切 呃那劉哥的檢修技術可是低啊 在我心中那是記什麼像 那坐跟哥再坐一坐 哎哎哎不不不 你看那個我一塊還有急事呢 我哥哥先走了 盛源泽我有事情跟你說啊 姐姐我剛做完今天檢修 如果再發覺 你就有什麼事以後再讓我休息休息吧 你就這麼不耐煩跟我說話嗎 我是真的有事跟你說 這領導安排有一個綜藝的方式 哎好知道知道以後後面再說啊 那個我還有睡前 我寻觅了這麼多天 我們當年應該就是在這個地方 遇到了老神血從過去穿越到未來的現在 我記得 當時有道白光 然後閃了一下 我們就到這兒了 小伙子 這麼久才找到這兒 真是笨啊 和當年那個叫令狐的小子 有一拼啊 老神仙 好久不見 多謝您當年的大救之恩 無意回報 小伙子 看你還挺乖的 不像當年趙匡應那樣有嘴話說 我當年跟他打賭 他輸了整個華山給我 整個華山 唯我獨尊 這把神符 一直有我在保管 啊 老神仙英明啊 不過我們此次請來是想問 我們如何才能回去啊 只有被開山神符認可的人 才可以開啟時空 回到過去 來 老夫再次你一粒仙丹 祝你恢復內力 驅散邪魔 重現武林太平 怎麼樣師兄 我的內力好像真的恢復 開山神符 蘊含著神秘的力量 還希望你們好好參透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哎老神仙老神 哎這個老頭 就不能好人做到底幫我們直接送回去不好 你還師兄 對待老神仙自然心存感 剩下的事情還得靠我們自己 好吧 我剛才跟你說了 領導真的有安排任務給我嗎 哈哈 當然你是啊都是我的偷 什麼任務 回笑 來上一道 跳動前身的情緒來上一道 上次綜藝節目追星星的人 就是在咱們花生上拍攝的 還專門做了咱們的透明跳箱 這次呢有一檔新的綜藝要來咱們花山上拍攝 領導讓我們好好配合 這次呢需要兩個會武術的上台表演 你跟我去 可以啊 我全力配合 我這張數二連啊 可是連續五年被評為最受歡迎的玉面少奇 來 準備開始了 來 準備開始了 來 準備開始了 二 一 開始 什麼時候 怎麼會全部攻略呢 什麼對不起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看看我看看 你們怎麼回事 這樣怎麼都見過 導演你先別生氣 我去看一下怎麼回事 你呢 要把這些照片 放在網上 讓那些水軍 離會他 你去吧 當時到底是什麼情況 誰能給我一個解釋 當時正在舞劍 然後有一塊石頭掉在我手上 然後劍鋒就偏了 領導 一女俠的身手我們都了解 他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這裡面一定有問題 好了 網上突然出現很多黑暗 說著咱們故意在節目錄製中 造成是虎 讓人受傷 你們兩個 今天開始就給我停止檢查 原則你先跟那女俠回去 人老這麼做呀 也是為了平息運行 我會一直幫你的 好 我不能打擾 我就會打擾 我會打擾 我會打擾 就打擾 我會打擾 我會打擾 3 8 我們去打擾 我都在你身邊 快去謝謝大家 原則你做什麼我都是建議的 快跟我走 我都想起來啊 帥哥 想起來 有什麼話不能在這兒說 我跟師兄啊 師傅原則 師傅原則 你怎麼會這樣 我跟師兄啊 我都想起來了 上次我被文媚人偷襲 在最後時刻 我把真的開槍先附藏到櫃子裡面 太好了 我們終於可以回去吧 嗯 哎呀 花山西封鎖道 給你無限可能 都說我不好說話的膽怯 你女俠啊在鎖道 你每天都在山頂直播 現在大家都在等你 直播花山雲海 工作這麼認真 才知道你是暫時的 哎你女俠 你確定你是在五間十 是被什麼東西集中了嗎 撒一撒 師弟啊啊 你覺得會不會有人故意害我 我那天我不知道 我那天一直在做咖啡啊 哎 要不我們去找江盛呢 說不定那天監控我們拍到什麼 對呀我怎麼把親戀江盛給忘了 好 我們現在立刻去查監控 現在都是會裝好人 我最近啊看過這小說 女主每天交流造作吸引男主 裝病風失禮 真以為自己拍短劇呢 不是 真是哪有事啊 哪就有他 你不用在這一樣東西 大家都希望拍攝能順順利利 為花山西風所到座宣傳 大家都在幫忙 還你女俠和使用一個廳牌 你在這兒想說什麼呢 你沒來之前 一切都是順順利利的 怎麼你一來 又是有人搶東西 又是有餘情 你倆做這些東西跟你沒關係 好了好了 不要吵了不要吵啊 大家都消消氣啊消消氣 你有他硬要怪氣的時間 不過想你這件事情該怎麼起 你倆做這些事 你來之前 那女俠每天都天使在山頂直播 特別是這次 就是小酷宣傳宣傳 沒想到搗成這樣 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根本就不在現場 你不在 不在有這件事情跟你沒關係 小哥你真誤會他他不是那樣的 我們可以再去別處轉著實在不行 師妹師妹 你 你別說你還真別說 但是他讓他認真不可產品 你們說什麼師兄師妹的 搞得都在五甲這兒一樣是你 啊 這樣 我現在實在也只 我好 嗯 呦呦呦 我正安有面吃別給我加狗糧了 這是 哎 監控我來看愛你們談 師弟 我跟師妹已經找到了開山神父 就藏在服用廳 開山神父找到了 還得是師兄 明日彷彿繼續 好的師兄 籌劃引起 好的師兄 籌劃引起 天主也 吩咐下去 開山神 一定是 追趕大師兄 我請蒙面人 追趕好風景 我請化山西風大所到 好 終於找到了 這下落難的武林好街有救了 現在開山神父找到了 確定要測試二師兄 活化山派傳到武林從不爭強好勝 哪怕師父讓我守護開山神父 也是為了維護我 要是最快護手真是二師兄 你打算怎麼辦 他從小就真強好事 沒想到如今竟如此喪心病狂 你那邊準備怎麼樣 一切就去 給我搜 啊 尋找不到 我 去嗎 我 一直 錢 本来就是专门来看一下西风索道 因为我也是索道人 我经营索道有三十年了 我曾经有七条索道 在湖南斩渣界 在广东 在哈尔滨 现在在广东江门 但是在索道来说 西风索道是世界一绝 也是我们中国最好的索道 中国索道是一家 所以我们就过来西风索道 感受了以后 觉得在中国 在索道是排了一个潜力的 我经营索道三十年 我也为西风索道 喊到也很自豪也开始 我特别恐怖 但是我做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吧 尤其那个山站在山东里面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 对对对 感觉常做那个西风索道 就感叹我们祖国的赵伟和珊 对 很美吧 真的 师兄 绕回来 师兄 放下神府 你是逃不掉的 师弟 这开山神府竟对你如此重要吗 哼 我才应该成为那武林盟主 老头凭什么选你啊 我哪点不如你 我就要留到神 义 天下 师弟 不要与此地走 现在回复不了了 收起你们虚伪的嘴脸 你帮助弱小 难道不是图好的名胜 你漏剑不平 难道不是为了别人夸赞 对牧师人友好 不就是因为你想找点乐色 师弟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我 一定要拿到开山神府 此化身之天打败所有人 成为武林至尊 哦 師兄 能不能答我一件事 好了我答應你什麼事 就是爭鬥之後 陪我一起做一次化身西宮所到 不用慶功 感受十八分鐘登頂的快樂 師父和師兄對你這麼好 你不要再傷心病狂了 喪心病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們不敢做的事情 為何我做不得 我化身派 那迷門正派 習武 是為匡扶正義而非臣天下的意義 請就讓你們看看 什麼是真正的喪心病狂 喇 那愚佩 原來你就是情誓追殺我們密室邪尊 你們兩個废物 現在才知道我滅了半個偉 没错 就是我一直设计下海 前世是这样 后世也是这样 不管在哪一世 你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 你们两个废物 只拍像牛马一样活着 这整个武林 就要我来征服吧 你要当天小弟 你以为我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用那么多无辜的人来成就你的功绩 废话 就不要在那里讲大道理了 师兄 还是停止不了对开山神府和武林秘籍的争夺 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这场武林争斗呢 师弟 收拾 收拾 哼 伪君子 只要我是强的 谁敢不服我 莫文心 你疯了 想要别人扶你 靠的不是我 靠的是人心 我就是师父 那个老匹夫 肯定偷偷藏了私心 教了你绝招 不然如今以你的实力 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 师父作为华山派者 从来做的都是一事同志 呸 从小到大 我逼你努力逼你刻苦 你在偷懒的时候 我在练功 你在呼呼大睡的时候 我还在练功 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 莫文心你错了 师兄能坐到天下第一武力盟主的位置 怎么说也是靠自己的实力 开山神府在你手里简直就是浪费 高师弟 你不该挑起这么多分子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老神仙让我们到了蔚兰 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才叫天下太平 甚至长安 之前 我一直听到了 我只想着匡扶正义 除强扶弱 心中只有小爱 到了未来我才了解到了 郭靖波大侠说的 侠之大致 为国为人 从此以后 侠义精神的核心不再是比武谁强谁弱 而是维护人间的正道 上华山 做华山西风大侠 我们一起江湖再见 从前 我只想做一个闲云野鹤的大侠 在我所及之处 凭天下不平之事 现在想想 也是狭隘 在未来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索道修理工 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 尽好自己的职责 这何尝不是能成为自己的大侠 我也很想念一起在索道工作的朋友 也不知道我 还能不能再见面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好心思 舍服 盛元泽 你到底在哪呀 为非 你说 元泽最近去哪了呀 都好久没见过他了 小主也找不到了呀 又说我呢 好久不见 那你见到原则了吗 想死你们了 我这次出去啊是行侠仗义 整顿武林去了 回来了就好 大家都很想念你 哎呀 好久没跟刘明哥斗嘴 也好久没被妮侠锻炼了哎 江盛还是那么痴迷技术吗 你又不是离开几十年 大家当然都是老样子了 哈哈走 我请大家吃饭请 那你得请客 我要吃最贵的 哈哈哈 吃不吃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练武功 啊你女侠 我才刚回来别吧 紧急通知 请各位员工 先来山门处几何